成縣長參選登記 許淑華拔得頭籌 包括現任縣長林明珍 立委馬文君 為選站操盤的農會 總幹事曾明睿 以及黨極限議員參選人們 同場同框 陪同許淑華登記的 陣仗之大 對鄉親談政策和願景 許淑華 更直接瞄準對手展開共識 曾擔任過南投市民代表會主席 許淑華的父親許淑天宋 也被棋底有槍砲刀謝前科 許淑華不滿每到選舉 父親的過往歷史 就會被人拿來消費 許淑華委員 他想要用高齡的父親 來博取同情 這個我可以理解 可是我們的疑問 都是跟許淑華有關 好比說你在當市長的時候 用心肺土場 那德標的廠商 涉案的人 是你爸爸的子弟兵 那為什麼你不解釋 丹安刀直入回應許淑華 蔡培惠人到了南投新一鄉山區 沒有因為距離遠了 炮火就變小 甚至對死刑執行 與萊豬議題 兩人在開戰場相互質疑 為什麼你要支持廢食 在這個遠景的苦難的時候 請不要消費遠景的苦難 許淑華在支持韓國瑜的時候 也支持蕭景田 蕭景田殺警 許淑華支持 許淑華 你應該要好好的解釋清楚吧 南投現場選戰 藍綠女力對決 從議題立場到家族背景 就連八十歲的老父親 也成為許淑華與蔡培惠 兩人角力的攻防話題 真的是我南投綜合報導